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呢,我们这个经典经读呢 讲一篇呢,非常快智人口的 岳府诗《孔雀东南飞》 之所以讲这个呢 是因为呢,我们前两天讲了那个 《原美的季妹文》嘛 有一个,这个我的观众啊 然后呢,这个人在欧洲 小伙子啊,但是呢,雅浩文艺啊 听了这个《季妹文》之后啊 他就说他就想起了这个《孔雀东南飞》 他说同样呢,都是哥哥,是吧 《原美》啊,竟然呢 就是对自己的妹妹啊 就是如此的情深义重啊 而且还发出了啊 就是感叹妹妹啊 因为这一念之真而至啊 这个欲人脾离,孤为脱落啊 就是啊,这种见识之高远啊 胸妹之真情实在令人感动 然后呢,他就想起了《孔雀东南飞》啊 刘兰芝的那个哥哥啊 逼迫着自己的妹妹啊 改嫁,是吧 那么呢,造成了这个焦仲卿和刘兰芝的这个悲剧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凶手 是吧 那么,所以他就说 史老师,你要不要讲讲《孔雀东南飞》啊 我也想听听你怎么讲《孔雀东南飞》 我说好呀,那就安排上吧 然后呢,这个前天和昨天 我们讲了两天外国小说啊 意大利的这个著名的当代啊 影响非常深远的小说家啊 卡尔维诺的《尖角猫游戏》和《黑羊》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换换口味啊 我们来讲一首《岳腐诗》 《快智人口的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呢,大家都很熟悉啊 所以呢 我就不会呢 像这个《尖角猫游戏》啊 和这个《黑羊》那样啊 就是说我先读一遍 然后呢,再讲啊 那这个《孔雀东南飞》呢 我们就一遍过啊 就是我就会一边读一边讲啊 那么它呢 还是比较长的一首诗了 在古诗里边啊 一共呢,有一千多字呢 然后呢,这个好几百句呢 那我们就一边读来一边讲啊 那么主要呢 其实不是讲那个文字的意思 因为文字的意思呢 现在孔雀东南飞 我们在这个中学都学过啊 大家也都知道 我重点呢 就是讲一讲啊 这个我们现在来看这首《岳腐诗》啊 能够得到哪些啊 这个启迪啊 汉末见安中 卢江府小丽 以焦仲青妻刘氏 为众青母所浅 自氏不嫁 其家逼之 乃投水而死 众青文之 亦自异于亭树 识人伤之 为师云耳 这是那个小旭 就交代了啊 这个焦仲青和他的妻子 刘兰芝两个人的 这个爱情悲剧的啊 来历 一个呢 是为众青母所浅 再一个是 其家逼之 然后两个人呢 就殉情了 识人伤之为师云耳 所以说呢 刘兰芝的哥哥 是一个凶手 焦仲青的母亲 是另一个凶手 是吧 这是这个 两个合力 而把焦仲青和刘兰芝 这一对爱侣 是吧 然后呢 逼上了黄泉路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孔雀东南飞 五里 一徘徊 那这个是 用了这种起性的手法啊 十三能知素 十四学才一 十五谈空喉 十六诵诗书 十七为君府 心中长苦悲 君记为府立 守节情不宜 见窃流空房 相见长日息 鸡鸣入鸡之 夜夜不得惜 三日断五匹 大人顾贤池 非为之座池 君家父难为 切不堪驱使 徒留 无所失 便可白公母 及时相遣归 那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表面上看呢 好像是 有人可能又说了 这不是焦仲青的妈妈 要把她赶走啊 这不是明明是刘兰芝自己 就是要求要离开的嘛 所以说你要是这样读的话 就说明了你对古代人的那种礼节啊 就是不太了解 实际上呢 这个时候 刘兰芝已经是处于不走不行了 已经是不走不行了 也就是说这个焦仲青的母亲已经是下达了啊 就是要把这个这个媳妇怎么样啊 是吧 要把她这个 遣走啊 遣返回娘家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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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了啊 所以刘兰芝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呢 实际上是在跟焦仲青呢 做一个诀别 就是你妈妈要让我走 是吧 那我呢 这个我在你们家 我从来没有做过错事 是吧 我每天都非常勤劳的工作啊 可是你妈呢 非得要跟我这里挑毛病 我我呢 这个 看起来呢 是没办法在你家呢 就是和你共同生活了 我必须得回去了 我必须得走了啊 那么然后呢 你看 下边你就看 府立得文志 堂上起阿母 而以伯禄相 姓妇得慈妇 结发同枕西 黄泉共为幼 共是二三年 十二位为九 女行无偏邪 何以至不 那焦仲卿他就能够理解啊 原来是自己的老母亲啊 要赶走自己的媳妇 是吧 赶走自己的妻子 所以呢 他是到这个母亲的堂前去求情了啊 他表明的意思很清楚啊 我已经得到 刘兰之揍的妻子 已经是三生有幸啊 我们是结发夫妻 是吧 愿意呢 要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 刚刚成亲二三年 是吧 我们美好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在刚开始 而且啊 这个女子啊 也没有任何说啊 这个品行上 是吧 啊 行为上 有不端正的地方 为什么母亲大人 您就对他不满意呢 阿姆 为福利 何乃太区区 此复无礼节 举动自专由 无意久怀愤 如其得自由 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是已经是呢 就是母义已绝了啊 理由就是什么 此复无礼节 举动自专由 无意久怀愤 如其得自由 那你如果说 刘兰之有什么过错呢 就是自由散漫 自由主义啊 啊 然后呢 他和焦仲卿的感情越好 那么焦仲卿的母亲就越生气 越不满 所以你看你这个 这个这个女子啊 不但他自己 举动自专由 而且还教坏了我的儿子 如其得自由 你到什么时候 你想和谁在一起生活 就和谁在一起生活 拿老娘 不当娘了 是吧 东家有贤女 自名秦罗夫 可怜体无比 阿母未辱求 便可肃浅之浅去 甚莫留 福利 常贵告 福利 其阿母 今若前此父 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文之 垂床便打怒 小子无所谓 何敢祝福于 无以示恩义 惠不相从许 所以焦仲仲清越坚持 焦仲清越在他母亲面前表达他们夫妻恩爱 越在他母亲面前发誓说如果前走流浪之我这一辈子不会再娶了 他的母亲越生气 为什么 这个女子啊 是吧 不简单 这个女子啊 他太可怕呀 我的儿子娶了媳妇 忘了娘 是吧 有了这样的一个媳妇 我本来很听话的儿子 是吧 很孝顺的儿子 孝顺 孝顺嘛 孝就是要顺 就是要顺从母意 是吧 现在竟然给我说出这样的话 是吧 所以垂闯便打怒 小子无所谓 何敢祝福于 无以施恩义 惠不相从许 所以你看 在焦仲清母亲那里 自己的儿子 翅膀硬了 不听自己的话了 他也是把这个责任都放在谁的身上了 罪责都放在了这个刘兰芝的身上啊 就是因为这个女子把我的儿子叫坏了 因此我更是要把她遣走 所以有很多人研究嘛 说这个 明明刘兰芝啊 从下文来看 长得也漂亮 是吧 也很能干 然后呢 姑嫂的感情还很好 和小姑的感情也很好 然后呢 就是又知书达理啊 然后呢 又世事 世事聪明 能够溺溺到 她还能够溺溺到将来自己回了家之后 自己哥哥会不允许她呢 在家里久居是吧 所以这些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女子呢 这么聪慧的女子 为什么焦仲清的妈妈 她就不喜欢她呢 那是吧 所以很多人就分析嘛 你看 在这首诗里没有讲焦仲清的父亲 是吧 也就是说这应该是寡母 然后这样一个独生子 然后有一个小姑 小姑呢 不算什么呀 只有那么一个儿子 那么然后呢 就是所以说夫妻感情越好 夫妻感情越好 老母亲 这个心里越不是滋味 然后焦仲清越爱刘兰芝 焦仲清越舍不得刘兰芝 那焦仲清的母亲越发觉得 要把这个刘兰芝赶走 事实上我们想一想这一种啊 这个 母子关系 这种婆媳关系 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家庭关系中 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家庭关系里边 这个婆媳关系会比较激化 因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婆婆呀 她面对儿媳 她天然的有一种敌对的情绪 认为是把她毕生所爱的儿子给抢走了 所以呢 我们俗话里也有一句话说什么 蚂蚁巧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 是吧 所以说婆媳就变成了这一对天敌 就变成了这个天敌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儿子在婆婆和媳妇之间就会受加本气 那你如何平衡这个婆媳之间的这个关系 如何呢 融洽婆媳之间的感情 的确是很考验这个儿子的能力和智慧的 那虽然我们说现在呢 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不可能在 就是轻而易举的说 婆婆说我要把这媳妇修了 然后这个儿子没办法 必须得修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的确会出现什么呢 因为婆婆啊 她无法容忍这个媳妇横刀夺爱 是吧 所以呢 导致婆媳关系不好 然后呢 进而慢慢慢慢的影响夫妻关系不好 这的确是我们的应该引以为戒的地方啊 好 说回来我们接着看这首诗啊 福利莫无生 再败还入户 举言未心腹 哽咽不能语 我自不屈轻 逼迫有阿母 清淡赞还家 无尽且复复 不久当归还 还必相迎娶 以此下心意 甚物为无语 那我们就看这个江仲卿呢 他就是 就是说 退一步吧 现在我妈正在气头上 是吧 他非得要赶紧走 你知道我的心啊 我是不舍不得你走的 但是我现在我得回去上班了 哈哈 我这个我这个工价呢 已经到了 是吧 我必须得回去上班了 那现在呢 为了你们两个人啊 安全也好啊 怎么样也好啊 是吧 顺从我的母亲呢 是吧 所以呢 我先把你送回去 是吧 你先回娘家 我呢 先去上班啊 然后呢 等我呢 啊 再 这个休假也好啊 请假也好啊 是吧 我回来呢 我再去迎接你 我一定会把你迎娶回来的 啊 所以呢 你你呢 就是一定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放心 我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心腹为腐利 大家注意这个里边的心腹 并不是新媳妇的意思啊 就是在当时 这个心腹就是指称 指称这个妻子啊 物腹虫纷纭 往昔出阳岁 谢家来跪门 奉事寻公母 尽职赶自专 昼夜勤作戏 灵平饮苦心 未言无罪过 供养足大恩 仍更被屈且 何言赴来还 却有绣罗如微 蕊子声光 红罗腹斗杖 四脚垂香囊 相连六七十 绿臂青丝绳 物物各自意 种种在其中 人见物一笔 不足迎候人 留待坐位 是与尽无会音 时时为安慰 久久 莫相忘 那所以我们从这里 就可以看出来 这刘兰芝啊 和焦仲青两家呢 在成婚的时候 人家刘兰芝 也是有嫁妆的 而且刘兰芝就说 我这些东西啊 我都留下了 我不带走了 这个留下 倒不是说 为了就是给你 后来再娶的 这个新人啊 而是呢 给你做一个念想 当你呢 这个要想我的时候 看看这些东西 看看这这个碧绿青丝绳 是吧 看看这这个绣妖 绣妖儒 是吧 看看这红罗杖 是吧 看看这这个香囊 是吧 那你你还会想起我来 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和可能了 那所以说 这个刘兰芝呢 还是比较清醒的 就是说 我嫁到你们家来 从来没有做过 这个 这个 违反规矩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 禁止赶自专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 刘兰芝很知道 焦仲卿的母亲会说什么 是吧 他就说 我禁止赶自专 我奇赶自专 是吧 我昼夜勤作息 灵贫赶苦心 我对你的母亲是很孝顺的 但是就是我这样做 还被虚强 又怎么能还寄希望说 我再回来呢 不可能的 鸡鸣外玉鼠 心腹起严妆 啄我绣甲群 世事似无通 足下镍斯里头上戴帽光 腰若流完肃 耳着明月当 使指如萧葱根 口如寒朱丹 先先作戏部 精妙事无双 那我看他在这里 并没有刻画啊 你就整个读下来 你也不知道 榴兰芝到底长什么样 是吧 他都是刻画的什么 刻画的 穿的带的 是吧 他的步态 是吧 等等 这种描写呢 就能够给人留下 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 至于呢 他美到什么程度 那你读者呢 如果你喜欢大眼睛 那他就是像我这样大眼睛 如果你喜欢圆脸 他就是像我这样的小娃娃脸 是吧 如果你喜欢那这个小眼睛 是吧 那他可能就是单凤眼 是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 这个鹅蛋脸 那他可能就是鹅蛋脸啊 柳叶梅姓何眼 是吧 总之 他不去具体的描述他的长相 但是呢 他就通过描述啊 他的穿着 他的打扮 他的仪态啊 然后呢 让你去想象 这是何等的一个妙人啊 这是何等的一个有 有风采的 有风姿的啊 一个女子 上堂拜阿母 阿母怒不止 西座女儿时 生小出野里 本自无教训 奸窥贵家子 寿母钱薄多 不堪母驱使 今日还家去 念母劳家里 却与小姑别 泪落连珠子 心腹出来时 小姑使扶床 今日被驱选 小姑如我常 勤心养公母 好自相扶将 出妻及下酒 西戏莫相望 出门登车去 替落百渔航 那我们看在这里面的 这个描写的时候呢 就写出了这个 刘兰芝 他为什么啊 能够吸引这个 焦仲卿 他为什么会触怒 焦仲卿的母亲啊 因为什么呢 你看 即使是啊 在被遣返回娘家的时候 他也要把自己打扮的 整整齐齐的啊 然后起来啊 盐装 然后呢 这个适事四五通 然后把自己啊 最光鲜最亮丽的啊 这个衣帽啊 什么全部都穿上 然后呢 化好妆容 是吧 然后戴好首饰 到这个堂上去拜别这个婆母的时候 婆母还在那里怒气不止 他所讲的话全部都是不卑不亢 一滴眼泪都没有 然后表达自己啊 就是呢 这个 说的 所说的话 每句话里 可以说几句话都有次 对不对 你看 生小出野里 本子无教训 奸窥贵家子 寿母千伯多 不堪腐去死 是吧 可是你看 当他和这个小姑告别的时候 却流下了真挚的眼泪 就是呢 追念姐妹情深 叮嘱他 勤心养公母 好自降福江 跟他讲 初期即下酒 嬉戏 莫相忘 就是回忆啊 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少个欢乐的日子 是吧 那在有那些日子的时候 不要忘记 我出门登车去 替罗百余航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高贵的人 这样一个非常高傲的人 这样一个呢 可以说是真的 他并不是说自己平常做事 就是自由散漫 而是他有自己的主见 而是呢 他有自己的人格 气格和骨气 而这恰恰是 一个唯我独尊的 寡妇老婆子 焦仲卿的母亲所受不了的 是吧 那也就是说 像焦仲卿这样一个妈宝男呢 他就容易会被像刘兰芝这样有主见 有骨气 然后呢 就是做事啊 就是这个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对什么人 说什么话 是吧 对什么样的人 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就会被这样的女子所吸引 为什么 因为能hold得住他呀 是吧 然后他会就是有一种 他和刘兰芝这样相处 他会有一种安全感呀 对不对 就好像找到另一个妈了 是不是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就是人与人呢 就是 这个男人和女人呢 常常常他是 他是有一种互补的 他是有一种互补的 所以我们就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焦仲卿的这个 他的这个天真 然后感受到刘兰芝的呢 刘兰芝的这个这个睿智 那么这样的天真的焦仲卿呢 他就服应于这样睿智的刘兰芝 他们他就爱他 而刘兰芝呢 他也会呢 就是对焦仲卿对他的百依百顺呢 是吧 对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他对焦仲卿的耳体念命啊 焦仲卿能够听得进去 他也会觉得 这个男人是他这个贴心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男人和女人之间呢 其实不是说外人看着他们合适不合适 好不好 有时候我们常会看到迥然不同的两个人 然后人家一起生活 生活呢 感情非常的浓厚啊 然后呢 日子过得很甜美 说实话 焦仲卿和刘兰芝如果没有外力 两个人呢 真的是你你浓我浓 日子会过得很甜美啊 府立马在前 心腹车在后 隐隐和电电聚会大道口 下马入车中低头供儿语 事不相隔庆且赞还家去 无今且复复不久 当还归 是天不相复 所以焦仲卿还是呢 就是 对刘兰芝呢 发下 指天发誓啊 是吧 我指天发誓 我绝不辜负你 我绝对不会和你 这个分手的 是吧 你先回家 我呢 不久就会把你迎回来 心腹为福利 赶君曲曲怀 君挤若见路 不久望君来 君当错磐石 妾当做蒲尾 蒲尾任如斯 磐石无转移 我有亲父兄 性行暴如雷 恐不认我意 逆意 兼我怀 举手长牢牢 二情同意 两个人真的是很有感情啊 所以你看焦仲卿 一直都是对天发誓 一直都对刘兰芝表示 我绝对啊 非你不娶 我对母亲也是说 如果把他牵走了 我就再也不娶了 而刘兰芝呢 也是呢 对焦仲卿啊 表白啊 你当做磐石 我当做蒲尾 蒲尾任如斯磐石 无转移 但是他又告诉了焦仲卿 我回到家里 你家有这样一个母亲 逼迫你是吧 我呢 家里有一个哥哥 是吧 性行暴如雷 恐不认我意 你意见我怀 我一想到未来呢 已经是感到辗转反侧 非常煎熬了 我的哥哥恐怕不会 让我自己啊 做主的 未来呢 难以预料 我们看看 入门上家堂 进退无言 以阿母大夫长 不图自归 十三教乳之 十四能才一 十五谈空侯 十六之礼 以十七前乳驾 未言无千为 乳经 何罪过 不赢 而自归 因为当时呢 你就是 是这样的 你出嫁的女子啊 除非就是娘家有事啊 然后来接你啊 征得回家的同意 把你接回去 如果你自己回去 那是不行的 或者你被婆家送回去 那就是被修了啊 兰芝残阿母 而时无罪过 阿母大悲催 还家十余日 县令浅没来 云有第三郎 窈窕事无伤 年始十八九 便言多令财 阿母为阿女 如可去应之 阿女含泪达 兰芝出还时 福利见丁宁 劫世不别离 今日伪情义 恐此事非其 自可断来信 徐徐更为之 阿母白眉人 贫贱有此女 使侍还家门 不堪利人妇 岂何令郎君 信可广问训 不得便相许 哎 婉拒了 就婉拒了 县令的第三郎 那我们这里 从可以看出来呢 就是这个 刘兰芝的母亲呢 还是心疼自己的女儿 所以呢 女儿说 我已经和 焦仲卿呢 发誓不分离了 是吧 所以呢 我不能嫁给 这个县令的儿子 母亲呢 就去替他 委婉的拒绝了 结果呢 没人去世路 去数日 寻浅 成请还 说有兰家女 成吉 有宦官 云有第五郎 交易未有婚 浅成 唯媚人 主不通语言 直说太守家 由此令郎君 既欲皆大义 故前来贵门 阿母谢梅人 女子先有事 老母岂敢言 哇 可不得了了 是吧 又过了几天 干脆呢 这个太守家来求亲了 是吧 所以你 这个 这就是表现呢 一个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婚姻呢 还是比较 这个开放的 就是说 这个 再婚啊 再娶呀 再嫁呀 还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呢 不会说说 已经 你已经嫁过人了 结婚了 然后就不吃香了 不存在这种情况 我们去查考历史 也的确是这样啊 那么再有一个方面呢 在这个方面 也从侧面呢 来表现什么呢 表现这个刘兰芝啊 他实际上 的确是一个啊 财貌双全的女子 而且刘家呢 也是呢 就是啊 这个教养有方 所谓十三教辱之 十四能才 一十五谈空侯 十六之礼仪 十七前辱价 这应该是不是虚言啊 那么现在呢 刘兰芝的哥哥就要出场了啊 阿兄德文之 怅然心中烦 举言为阿妹 坐骑何不亮 先嫁得福利 后嫁得郎君 匹态如天地 足以荣辱身 不嫁一郎体 其往玉和云 兰芝仰头答 礼时如胸言 谢家侍夫婿 忠道还兄们 处分侍兄义 哪得自认专 虽与福利妖 却会永无缘 邓吉相许贺 便可作婚姻 那有人可能就说 哎呀 这个 这个这个刘兰芝 好像他哥哥也没做啥呀 不就说了两句话吗 刘兰芝这不还是自己答应了吗 你看 这又跟前面 你不能理解这个 焦仲卿的母亲 和焦仲卿的关系 是一个道理啊 就是说呢 古人呢 就是在这种礼仪 礼仪之家呀 是吧 他不需要把话说的太太太太的多 太太太太的重 不是说像啊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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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没有文化的家庭里边 这个这个要这个 打得鸡飞狗跳 是吧 然后上房接瓦 这个这个拴绳子上吊 不是这样啊 只要说出这些话来 就已经足够了 你看他说 作技合不量 先驾得福利 后驾得狼君 匹态如天地 足以荣辱身 已经明确的表明了哥哥的态度 对吧 哥哥对刘兰芝的批评 然后不驾一狼体 其网欲和云 这话其实很重啊 这样好的狼君你不驾 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难道你要在我家里 让我养你一辈子吗 是吧 你已经被修回来了 先驾得福利 后驾得狼君 匹态如天地 足以荣辱身 你已经被修了 现在又有人来求婚 是吧 你还不肯嫁 作技合不量 你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是吧 有这样的好人家 你不嫁 你还想嫁什么样的 所以这话 其实很难听了 已经啊 然后所以我们看 刘兰芝 他怎样 刘兰芝的性格 其实我们大家已经发现了 你看刘兰芝在对焦仲青 两个人两情 这个依依 在对焦仲青的这个妹妹 是吧 小姑的时候 是吧 也是啊 泪落如子 如莲子 是吧 但是在对焦仲青的母亲的时候 不卑不亢 是吧 然后你看 在他对待自己的母亲 对待自己的母亲的时候 就是讲啊 就是说我已经和这个福利啊 发誓了 是吧 希望妈妈你去你去替我回绝 是吧 可是当哥哥来对他说出这样的狠话的时候 兰芝仰头打 不哀求 是吧 不哭诉 是吧 不解释 因为哥哥已经把一切都说清楚了 而且大家要知道 刘兰芝心里早就知道 自己哥哥是什么样的人 是吧 性行暴如雷 是吧 恐不认我意 所以当哥哥说了这样的话之后 兰芝仰头打 仰起头来 你也可以想象他面色是平静的 他的眼睛是不会回避他的哥哥的 是吧 镇定自若的说 李时如胸言 哥哥您说的对 道理就像您讲的这样 谢家世夫婿 终道还兄们 处分世兄义 拿得任自专 对 我是被修的 我是被修回来的 所以呢 我的来去 我将我嫁给谁 我不嫁给谁 应该是由哥哥您做主 我怎么能自己做主呢 我虽然和福利有誓言了 是吧 但是呢 恐怕我这辈子也跟他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你 你觉得我应该嫁 你马上就答应 好 马上就可以结婚 所以你要理解刘兰芝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的心情 他的处境 这是他唯一的可以维护他自己尊严的方式了 没人下床去语 诺诺父儿儿 顽布白府君下官奉使命 言谈大有缘 府君德文之心中大欢喜 势力赴开书 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 良吉三十日金 也二十七 清可去成婚 娇与素装束 络翼如浮云 清雀白虎坊 四脚龙子翻 婀娜随风转 金车 玉坐轮 辞除青葱马 刘苏金旅安基 前三百万 皆用青丝穿 杂彩三百匹 娇广士邪针 从人四五百 玉玉登郡门 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呢 这是一场盛大的婚礼 盛大的婚礼啊 对方很重视 母为阿女 适得府军书明日来迎入 何不做衣裳 莫令事不举 阿女莫无声 手筋 眼口提 泪落便如蟹 以我流离她 出至前窗下 左手持刀齿 右手直凌罗 招成绣甲裙 晚成单罗衫 掩掩 掩掩日欲鸣 愁思出门 这是在给自己做嫁妆呢 还是在给自己做什么衣服呢 大家就可以想象当她左手持刀齿 右手直凌罗 招成绣甲裙 晚成单罗衫的时候 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的过往的日子 她和焦仲卿的那一幕幕 是吧 那一桩桩一件件 那一句句恩爱 那一场场彼此之间的清心之谈 她的心情 那么我们看 焦仲卿就来了 府立闻此便 因求驾赞归 位置二三里催葬 马悲哀 马都悲哀了 更何况人啊 心腹使马胜 聂履相逢迎 怅然遥相望 知是故人来 举手拍马鞍 接探 使心伤 自君别我后 人事不可量 果不如仙怨 又非君所降 我有亲父母 逼迫奸弟兄 以我应他人 君还 何所望 就是你来迟了呀 是吧 你说你要来接我 可是呢 现在我马上就要嫁给别人了 是吧 一切都像我之前所预料的那样 而又有一些详细的情景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然后呢 我的母亲 再加上我的哥哥 把我嫁给了别人 你还 你还回来 又有什么用呢 是吧 那大家要注意这里的 举手拍马鞍 真的是令人肝肠寸断呢 福利为心腹 贺庆得高谦 磐石方且后 可以足千年 蒲围一时刃 便作旦夕奸 清当日圣贵 无独 向皇权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焦仲卿的幼稚的地方啊 刘兰芝在之前分别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了 我有亲父兄姓形暴如雷 恐不逆 任我意 逆 以间我怀 那你焦仲卿听了刘兰芝这个啊 预防针给你讲了他回家之后会面对什么情景 你为什么不赶紧的回去 你就应该回到你的府中先请假 然后回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你没有 不是吗 这么多天 是吧 这么多天你都没事啊 你听说人家要结婚了你才求假暂归 然后你来了之后呢 你非但不安慰刘兰芝 你非但没有半点自责 没有想到自己的责任 是吧 你还谴责他 你还克清德高谦 盘石方且后可以足千年 蒲围一时刃 便作旦夕奸 清当日圣贵 无独向皇权 你还说这样的话 啊你我祝贺你 我是来祝贺你的 你要嫁个好人家了是吧 我就像那盘石一样方且后可以足千年 你不是蒲围呢 蒲围只是一时刃 旦夕之间就断了 你就要嫁给别人了 你当一天一天越来越富贵 我一个人死 所以刘兰芝就说的很干脆啊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我和你都是被逼迫 君尔切一燃 所以刘兰芝这句话说的就很有力量啊 当初你把我送回家门你是被逼的 如今我要被嫁给别人 我也是被逼的 你被逼迫的时候 我理解你 我等待你 我与你立下生生死死不相离的誓言 是吧 为什么我被逼的时候你要谴责我呢 是吧 所以那好 你不是要死吗 我们黄泉下相见 物为今日言 那我们就一起死吧 以死明智 是吧 黄泉下相见 既然我们生不能做夫妻 那就让我们死后 在黄泉下做夫妻吧 我们不要违背今日的誓言 指手分道去 各个还家门 生人做死别 恨恨哪可论 念语世间词 千万不负全 两个人就 这一次 就是生人做死别 做了一个决别 就决定了 以死明智 福利还家去上堂拜阿母 今日大风寒 寒风催树木 阎霜皆亭兰 而今日明明令母 在后丹 故作不良计 悟父怨鬼神 命如南山石 此体康且之 阿母得闻之 灵类应生落 辱是大家子 世幻于台阁 甚无未复死 贵贱情和薄 东家有贤女 窈窕 燕成锅 阿母未入囚 便父在旦夕 福利在北环 长看空房中 坐记乃尔利 转头向护理 渐渐 愁肩破 其日牛马斯 心腹入青炉 奄奄黄昏后 寄记人定出 我命绝尽日 魂去 尸长流浪群 托斯旅 举身 傅青池 福利闻此事 心智 长别离 徘徊亭树下 自挂 东南枝 两家求和藏 和藏 华山旁 东西直松柏 左右 众无同 枝枝相覆盖 夜夜相交通 终有双飞鸟 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 夜夜 打五更 行人驻足听 寡妇 起彷徨 多谢后世人 戒之 甚勿忘 读到这里仍然还是很感慨 很感动啊 这个焦仲青呢 回家去啊 辞别自己的母亲 这个话说的很有讽刺 意味啊 这个说我 我不活了 是吧 你也不要怨天 怨地 怨鬼神 是吧 希望你呢 这个 你寿比南山 是吧 你永远健康 是吧 你活下去吧 哎呀 老母亲呢 哭了 是吧 说那我把你养的还容易吗 是吧 你好不容易 又做官了 前途无量 你不要为一个女人而死吗 然后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东家有嫌女 有嫌女啊 这个奇名 秦罗夫 窈窍燕成锅 我已经去你求亲了 这个马上就就就会回复了 我们就会为你娶个新的妻子啊 女人如衣裳 你还担心吗 是吧 所以呢 让他嫁就让他嫁吧 福利再败缓长 探空房中 坐迹南尔利 转头向霍里 渐渐愁前坡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呢 两个人呢 相约共死 但是事实上呢 是刘兰芝先自杀的 啊 齐日牛马斯结婚的那天 心腹入清炉 奄奄黄昏后 记记人定出 黄昏和人定 都是指的时辰啊 黄昏大概是虚时 人定的就是害时 啊 这个应该是这样啊 就是黄昏的时候 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的时候 人定的时候 大概就是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啊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刘兰芝呢 就在当夜啊 大概呢 在这个人定的时辰呢 他呢就 揽群托斯里 举身负轻持 所以大家注意 刘兰芝这个死 死的是非常的决绝 我命绝今日 魂去尸长流 懒群托斯里 举身负轻持 一点没有犹豫 一点没有犹豫 非常的果决 然后我们再看 焦仲青呢 他们并不是同时赴死啊 是刘兰芝死后 然后这个刘兰芝 这个自尽的消息啊 传过来之后 府立文此事 心之长别离 哦 才知道啊 他死了 是吧啊 徘徊亭树下 自挂 东南枝 这个写得非常的传神啊 徘徊亭树下 就是当他要死之前呢 在他呢 就是决意呢 就是殉情的时候 他内心里 还是有一番挣扎的 无论是在他辞别母亲啊 长探空房中转头向护理 渐渐 瞅渐破 还是当他听说 刘兰芝我命绝机日 我命绝机日浑去石长流 揽群托四驴举身 父亲池之后 他仍然还是有徘徊的 徘徊亭树下 自挂 自挂 东南枝 当然最后他也是啊 践行了这个 生人死别的诺言啊 最后自挂 东南枝了 哎 最后呢 两家求合葬 合葬 黄沙旁 那那么 把两个人都逼死了 是吧 这个时候 焦仲卿的母亲也好啊 刘兰芝的哥哥也好啊 是吧 都老实了 是吧 哎 然后呢 这个也不啊 就是垂床变大怒了 是吧 那个也不呢 这个啊 怅然呢 这个 这个心 心生 心中烦了 是吧 而是呢 把两个人呢 合葬在了一起啊 他们生不能在一起 但是死后呢 让他们东西直松柏 左右 种无同 知之相覆盖 夜夜相交通 这里其实呢 东西直松柏 左右之中无同 它实际上是一种护纹啊 然后呢 终有双飞鸟 自鸣为鸳鸯 鸯头相向鸣 夜夜达五更 就两 就有点那种感觉 就好像两个人化作了鸳鸯鸟 留下了那个他们的长久的这种呢 爱与哀愁 使行人驻足听 寡妇起彷徨 这首诗写下来呢 也就希望后世的人能够呢 吸取教训 能够呢 在这种啊 这个 爱情上面 是吧 不要再去进行这样的逼迫 无论你是他们的父亲呢 母亲呢 哥哥呀 姐姐呀 是吧 不要再去逼迫有情人 要天下有情人都能够成眷属 所以说呢 孔雀东南非的确呢 是有着呢 非常这个啊 动人的啊 这种力量 为什么 你想一想 能够啊 就是 在 我们的这个文化中 啊 有这样的诗篇留下来 表达呢 就是对啊 这种啊 畸形的母爱 是吧 以及呢 啊 这种呢 自私自利的啊 这种呢 这个 大家长的啊 你想 就是说 那个父在从父 从父 是吧 啊 这个父死呢 是吧 这个从兄 是吧 出嫁呢 从父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像这样的这种啊 这种这个 这种 这种家长制啊 那么这 刘兰芝的哥哥 是吧 就是为了自己呢 这种 这种人性的那种自私 为了我自己 然后以及呢 就是想一想 你 你 你之前嫁个福利 你后来嫁个 这个狼君 是吧 你还想怎么样 就把这个什么 爱情啊 是吧 啊 誓言呢 这些东西 看的一文不值 啊 那么 他们就 焦仲卿的母亲 也好 刘兰芝的哥哥 也好 是吧 那就是完全是把 他们自身的啊 这种利益啊 然后自身的啊 这种啊 这种对他人命运的掌控啊 看的呢 比别人的命运啊 看的呢 比别人的啊 这个爱情 看的比别人的自由 看的比别人的人格 都要啊 重得多啊 所以说当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个人用自己的生命来做出反抗 可以说焦仲卿是一个软弱的人 是一个幼稚软弱的人 是吧 而刘兰芝虽然他很勇敢 虽然他很睿智 虽然呢 他很聪明 是吧 他有才有貌 但是呢 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独自生存 就是这个是时代的问题呀 就是他没有办法 他毕竟是刘兰芝 他不是花木兰 是不是啊 我们说岳父 岳父双臂 还有一还有一首岳父诗叫花木兰 是吧 他毕竟是刘兰芝 他不是花木兰 他没有办法呢 就是啊 脱离开 脱离开这个家庭 然后自己去谋生 所以面对这样的逼迫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死抗争 要么是以死抗争 要么就是 狗活下去 但是他不愿意没有尊严的 狗活下去 所以他就选择以死抗争 而焦仲卿呢 焦仲卿可以说 他是可以去抗争的 但是呢 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 可能他的母亲用 爱呀 以爱做这个 你看 他的母亲就是以爱作为这个 这个捆绑他的借口嘛 是吧 你看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是吧 我会给你找更好的呀 是吧 所以呢 焦仲卿他们也没有摆脱母亲对他的这种爱的爱的捆绑 所以他唯一的办法 也是 要么是顺从母命 是吧 不管是这个罗符也好 还是什么符也好 那再取一个 是吧 不管呢 刘兰芝的死活 但是他又做不到 因为他爱刘兰芝 那所以呢 他也就只能选择什么呢 以死抗争 所以就是这个是当时的那种社会处境 两个人呢 他要么苟且的 没有尊严的 活下去 终生呢 在悔恨 泪水 然后或者是活着活着 变成自己的反面 焦仲卿变成第二个刘兰芝的哥哥 是吧 将来再去对待自己的妹妹那样 是吧 那么这个刘兰芝变成第二个焦仲卿的妈妈 是吧 将来去那样对待自己的这个儿媳 这是很有可能的 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乏其人 但是他们呢 选择了死亡 他们选择了 那就是在那种没有办法活得像个人样的时候 不自由 误宁死 是吧 他们用死亡来捍卫了自己的人格 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没有选择苟活下去 也没有选择变成自己尊物的人 如果苟活下去 很有可能 焦仲卿就会变成第二个刘兰芝的哥哥 刘兰芝就会变成第二个焦仲卿的母亲 那么世上也就不会有孔雀东南飞无礼一徘徊了 哎呀 所以说我们现在学这个孔雀东南飞呢 哎 我们的确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个深思的 那想一想 我们现在社会呢 进步了 是吧 女人呢 可以呢 就是有自己的职业 是吧 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男人呢 也可以呢 就是啊 摆脱家庭的这个束缚 是吧 不再受各种各样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捆绑 但是事实上呢 又有多少人仍然是在 这种束缚 这种捆绑 这种这个重压之下 慢慢慢慢的活成了自己的反面呢 那就是说 时代好像是进步了 可是我们想一想 在我们的生活中 又有多少东西 实际上仍然还是和以前一样呢 啊 另外呢 就是这个 这首诗的结尾啊 两家囚合葬合传华山旁 也容易让我们想到 莎士比亚的 这个著名的这个爱情剧啊 罗米欧与朱利耶 是吧 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啊 性质也不一样啊 但是同样是发人深省的 罗米欧与朱利耶 在我的频道里有啊 在会员频道里 罗米欧与朱利耶啊 如果呢 您要是想看 对那个是一个 完本的罗米欧与朱利耶的 这个剧作的这个经言 经讲啊 欢迎您加入我的会员 好 今天呢 我们恐惧动南非就讲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评论 点赞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介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呢 关注呢 我的这个副频道 斯蒂文和史金霞 跟我们一起来学英语啊 那么当然了 更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读圣经 因为呢 每日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呢 才会每天都行走在光里 祝福大家哈利路亚